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聚焦阶段 种子 也就是设计思考出土了以后 在模糊阶段它在土里头 在聚焦阶段种子已经从土里长出来 它已经发芽了 它已经生根了 那么它开始要长叶子 所以我替各位整理了一个聚焦阶段 这个种子继续要长大 它有两个目的 四个成长的原则 以及三个成长的方法 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 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设定目标 为什么需要有聚焦阶段 它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设定目标 第二个是要能够推展行动 四个成长原则 我们还没说 但是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那四个成长原则 一个是展叶的原则 就是说让叶子能够生长开来的原则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影片 请大家看一下叶子生长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是开花的原则 就是叶子生长出来 它怎么开花 那开花的原则又是什么 第三个是结果的原则 就是说它怎么样子变成有个果子 所以这是一个结果的原则 第四个 各位可能比较不了解 但是其实这是自然界的一个结果 就是生死的原则 什么叫做生死的原则 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果子 这个果子不会就长在那里 然后就不动 这个果子最后要死掉 因为这个果子最后没有死掉 它的种子就不会活过来 而果子它想尽的办法让自己死掉 比如说它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很香 很甜 所以你爱吃 它想尽的办法让自己变得非常的颜色 草人喜欢 所以动物会去咬它 它想尽办法让自己可以粘在别的动物身上 所以别人可以把它带走 所以这样子的一些方式 都是想办法让自己死掉 以便让自己种子可以活过来 这些方式是我们在成长原则里头的一些概念 那至于成长的方法 刚刚这个Gate的太太讲的 即时的资讯让可口可乐能够做出来判断 知识的判断以及这个洞察力 那所以即时的知识变成是一个我们让设计思考真正的能够聚焦的时候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是授权承办 也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不能够全部都是靠大脑去办 大脑把这个事情思考完毕以后 它必须要靠手去办 那这个手你必须要让相信这个手可以去完成 所以当手觉得很烫的时候 我们学过生物的人都知道 当手觉得很烫的时候 它把手很快的收回来的时候 它并没有经过大脑 它有经过大脑吗 没有 它经过哪里 它是一个反射动作 根本没有经过大脑 很烫 所以它授权 不要经过大脑 你就赶快收回来 因为把这个大脑送回来 收回来 这个两个动作做完以后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那个就是授权承办 第三个就是行销的设计 刚刚上面那个影片 就是在谈最后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把这个目标设定跟推展行动 跟几个成长的原则 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出土以前我们先有种子 然后生出根 然后生出芽 然后我们在出土以后 会有叶子 然后会有花 会有果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方面也代表 我们思考的一种混乱跟清晰的程度 一方面也代表 如果它是一个种子的时候 它所经过的一种挣扎的一种过程 这一段还没有生根出来的时候 还是种子的时候 虽然好像都没有动 但是我特别画了很多曲折的线 代表那里是在孕育 所以种子在躺在地底下的时候 它并不是没事 它事实上是在孕育 等候一个对的时间 它要破 要能够把种子破掉 然后这个芽根长出来 这边是生根 这边是发芽 发芽一部分是在土里 一部分是在土外 就很像设计 我们实际上很难弄清楚 我们到底这个设计 这个最后决定这个idea 到底在什么时候 其实你很难说清楚 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要破 它才能够生根 然后我们这时候要立 因为如果广光是破 一直趴在地上 它这个叶子不长上去 它就比较困难成长 有了叶子 就有花跟果 这个是石 那最后 花跟果种 也是有个目的 其实立石之后 是为了要继续 那这个继续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种子又要回来到这里 这个是上一次的课程 我们说过的 那这一次我们要说什么 我们要跟各位说 叶子它要生长的时候 它有展业的原则 开花它有开花的原则 结果它有结果的原则 然后它为了要继续 它有播种的一个原则 就是它不能只是为了长出果子 长出果子的目的 意思是要让种子继续 要再一次循环 所以它有播种的原则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 那把它反过回来想 我们自己在做设计思考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利用这样自然界 告诉我们的这些方式 把它自然界变成是一个智慧 我们去学习 我在这里稍微跟各位说个一两分钟 为什么我们要跟自然界学习 自然界代表一个长期演化的结果 我们就算觉得人类再聪明 你在做一个设计思考的时候 其实你也只不过是想了那么几天 甚至是几小时 所以你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淬炼 自然界的方法 如果你去看它的时候 就算它是一个小草一个小花 它也是经过几十万年 甚至是几亿年 它的演化的淬炼 那演化是什么意思 达尔文告诉我们很清楚 就是竞争 它是能够活到现在被你看到 它已经不知道跟多少人竞争过了 所以它存在的方式 它成长的方法 必定是一个对的方法 不然它不能活到现在 所以我们看着一个小花跟小草跟一个树 不只是讲说它就是一个自然 自然就是很美 不只是那样 它代表着一种生长跟生存的智慧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做设计思考的时候 为什么我特别去 要把设计思考变成是一个开花结果的过程 并不是为了要比喻 而是为了要各位真正的去体会 体会到任何一个自然界 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它都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演化的结果 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 它学习了很多事情 所以它在它的基因里面 它就隐藏了很多的知识 什么知识呢 生存的知识 那你为了让你的设计作品 能够永续的生存 或者是至少比别人能够强大 你就必须要学会自然界 教给你的这些它生存的方式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 跟各位同学分享 好 我们刚刚说聚焦的目的 有两个 那这两个 我们用这张图 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这位女士她闻到花香 闻到花香 她一定有一些感觉 所以这些感觉 是一个模糊阶段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种子在那时候孕育 她闻到花香 她有一个感受 这个感受 让她想喝一杯花茶 从这里到这里 就开始要聚焦了 因为花香是一种感受 花香是一个模糊阶段的事情 但是她想要喝一杯花茶 这个已经开始聚焦 她的目标是清楚的 我要喝一杯花茶 因为比如说她闻到的是 这个花 只是让她想说 我来喝一杯花茶 这个是一个聚焦阶段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聚焦阶段的动作呢 为了要喝这个花茶 她必须要拿一个壶 这个壶做什么呢 她必须要煮一壶热水 煮一壶热水 也是聚焦阶段的动作 所以聚焦阶段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在这里 一个目的是在这里 那么这两个目的 如果没有生火 如果没有把壶放上去 那么这个聚焦阶段是 没有办法结束的 或者是没有办法开始的 就算是她拿了一个茶杯 她也没有茶可以倒进去 因为她没有把这个水煮熟 所以把水生火 让水跑到火上面去 是一个必要的行动过程 这也就是设定目标 喝一杯花茶是设定目标 煮一壶开水是推展行动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闻到花香的一个模糊阶段的一个开始 变成想喝一杯茶的聚焦阶段的设定目标 到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 她必须要去推展行动的煮一壶热开水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聚焦说难不难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出土以后成长的原则有四个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四个了 展业的原则 开花的原则 结果的原则 生死的原则 这些是什么呢 我把它拆成两个 才不会乱 我把生死拆开来说 这三个当成一个说 展业开花结果是一套东西 把自己弄死以便能够活得更久 是另外一个东西 看一下这个影片 看了这个影片 大概我们都可以回想到 各位年轻的时候 在生物的课程上面 知道叶子怎么会长 展业的原则 当然除了向上以外 它就是向着光 坚定地向着光 坚定地向着光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你可以怎么想象呢 就是叶子为了要生长 你的idea为了要能够生长 你必须要坚定地向着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光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知识跟你的目标 刚刚我们已经举过 比尔·基金会 他说我是相信每一个人都平等 那个就是光 那个就是让他坚定的是说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平等 所以我要往那里去 那一件事情让他希望 在这个落后的国家 他希望让人变健康 在发达的国家 他希望让教育有所改革 那个就是他设定的目标 所以及时的知识 也可以看成是那个光 所以这个光 让叶子一直对着那个地方长去 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你必须要去想办法 跟你做设计的这个 这个发展的过程 把它试着连结在一起 就是我来试图解释一下 我们做设计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我们做设计的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 就是设计的过程当中 觉得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这个也好 这个也不错 再翻一翻杂志 那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不错 到最后不晓得什么东西是好的 所以我们这里拿一点 那里拿一点 这里拿一点 那里拿一点 然后我们忘记 或者是根本不知道 我到底要去哪里 这个是做设计的人 通常犯的毛病 做设计能够比较出类拔萃 大概他都有一个能力 那个能力就是 不是说他没有东看西看 没有东操西操 不是这个 而是不管他怎么东看西看 不管他觉得那个好 这个好 不管他东操西操 他都没有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哪里的那件事情 是从来不止没有忘记 而且不断的回去检讨 说我是不是现在还在那个路上 那这一段是非常容易被忘记的 因为我们随着事情发展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光在哪里 我们已经不是向着光长去 而是我们那个叶子是 因为被弯着身体 被一个手抓住 然后就往那个地方去 光明明在那里 可是这样去 那又想要回去光 可是又被人家压一下 就是一直歪过去 那个就是做设计的人 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开花的原则 这个稍微难一点 各位需要注意 但是它很重要 开花 各位知道植物有两种 一种是开花植物 一种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是什么 豆子 不是吧 就是跟开花不一样 是 螺子植物吧 对不对 它不结果了嘛 对不对 它的种子是在外面 不是在果子里面的嘛 但是花是后来才 花这样子的东西 是在整个演化的过程 是后来出现 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这个呢 因为开花的这样子的 一个一种植物 它跟螺子植物最大的不同 螺子植物就是 它没有一个果子长起来 把种子包在里面 最大的不同就是 因为有花 然后长出果子 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让它的演化加速 也就是螺子植物很可能 它的一个受粉 就是 就是 这个 交配的过程 可能要一年 那么长的时间 可是开花 只要有一个蜜蜂 把那个花粉拿过来 这样 它就很快 就过来了 所以这一个 东西呢 它是在演化的 这个过程中间 它避免自己 对自己受发粉 为了它发展成 这个方法的目的 不是要限制自己的成长 而是要鼓励自己的成长 因为它让演化加速 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它授权承判 它授权给蜜蜂 授权给蜂 授权给蜂 授权给水 它掉到水里面去 就飘过去 然后就跟另外一个结合 所以它授权给别人去做 它不是自己想尽办法说 我要把我的这个传宗接代的过程 自己来做 它没有这个想法 它的授权给别人做的这个做法 是演化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是开花的植物 是在后来才有的 那所以这种后来才有的过程 显然是为了要 让自己的这个品种 更加的扩张 所以它避免自己受粉 它目的是加速研发 那重点就是授权给承办 承办是谁呢 蜜蜂 蜂 水 动物 动物去吃它的果子 吃它的果子就可以把它带走 那这些呢 那吃果子很可能连种子 都吃到肚子里面去 那个吃下去的那个动物 跑得好远好远 去那里上个厕所 然后它就在很远的地方长起来 所以这个植物本来只长在这里 它不会走路的 可是它可以走到好远去 在那边又再长出一颗来 这个就是一个授权给别人做 因为它自己没办法走过去的 它自己一定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授权承办 跟推展行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把自己限制起来 说我不要自己给自己这个这个授粉 那怎么办呢 我靠别人 那靠别人的目的是什么 是懒惰吗 不是 是为了要发展 为了要把你的idea变成是可以扩张 变成可以影响更多人 你必须要用更多人的力量 去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学开花的原则 那结果的原则就是一个行销的过程 就是结成一个果子 除了能够保护那个种子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那个果子 可以被别人拿走 你要鼓励别人把你的这个果子拿走 你才能够真正的落实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 把你的想法拿去影响别人 你做设计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想把你做设计的这个理念 跟你做设计的这个成果 拿去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 与其你去说版权所有翻印必就 不如你去说版权没有翻印不就 为什么是版权没有翻印不就 因为版权没有翻印不就 真正的那个创意的理念 被大大的这个影响别人的时候 你原来的创意的目的是不是就达到 所以你说版权所有翻印必就 你影响的就是这么一小小块 你说版权没有翻印不就 影响的是不是多到不得了 那个部分也是未来各位所要面临的 21世纪的知识传递的方法 以及做设计的这个商业模式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不是我们这一堂课要说 但是你必须要了解 这个结果的原则 催化传播 也就是一种你设计一种行销的模式 以便能够去落实目标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比尔盖茨的太太说到 可口可乐让人家觉得欢乐 所以我再穷我都觉得我喝一瓶可口可乐 可以让我开心快乐觉得有希望 那政府跟这个非盈利机构 他要去解决这个穷困的困难的人的生活问题的时候 他诉诸问题而不是诉诸未来的快乐 所以他常常失败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要催化传播就是要学这个水果 他把自己变得很香变得很甜 所以他就是催化别人帮他传播 这个是一个行销设计落实目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谈到B这个方式 B的方式是成长的原则的第二个 就是花死了果子才会生出来 果子死了种子才会生出来 所以他的原则就是先自灭才能自生 我们自己的idea 如果自己觉得宝贝的不得了 你想出来一个就手在那里不动 那么很像就是你长了花你不想结果 所以你想要结果那个花要先死 所以你自己的设计常常必须要先放弃掉 才会有果子结出来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开花开得很美 那你就舍不得让那个花死掉 你到最后就变成一个死花 因为你不会有果 不会有果也不会有种 所以真正的设计的思想是一个进展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死板板的结果 所以不要担心自己把自己的东西放弃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很关键的 花死掉果子才会生出来 果子死掉种子才会生出来 所以先要把自己灭掉 才能够自己再向前走一步 变成另外一种更进步的 更延长的东西 所以这个叶子开花 花经过别的花的兽粉 然后兽粉以后长出果子 果子把种子包在里面 果子又掉到地上 然后让这个种子继续发芽 然后继续循环 这个是一个我们这几堂课已经说了很多次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但是我们来温习一下 这个要向上 使除了向上的这个力量以外 它坚定的向着光走 这个是重点 第二个呢 它要让自己加速演化 是要靠别人来售给它花粉 所以这个是母的 这个是公的 所以这个公的花粉来到这里进去 然后到这里去孕育 然后就变成水果 把它包在里面 再来它这个果子有了以后 这个果子它当然不希望只是掉到地上 然后大家都长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它希望它被带远一点 站在基因的角度 它希望能够扩得影响更大 它最好有人把它带到国外去 所以它就会有机会扩大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它就要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被传播 那为了要被传播 它自己就要有催化传播的能力 所以这个就是果子的一个 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东西 花再漂亮 我们的这个花没有死掉 它果子长不出来 因为果子长出来的时候 这些花瓣漂亮的东西早就不在了 换成这个 所以它到底有没有真的死掉了 因为它是它暂时的任务结束了 所以跑到这里来 我们的一个草图阶段的一个好的idea 也已经任务结束了 你可以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去 变成另外一个形貌的东西 那也是没有什么好舍不得的事情 同时果子要死掉 这个果子再香再好再甜 你也要死掉了 这个种子才会有机会再长出来 这个都是一个不断不断的 跟各位提醒 然后更重要的是 种子要破 所以种子死掉了 跟牙才会生出来 所以它就是另外一个循环 所以它不断的在做这个循环 好 最后跟各位说一下 种子怎么传播 它有三种力量 by wind by water 那这个动物的力量 水的力量 风的力量 非常简单 但是我们的自己设计思考 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种子 我们怎么传播 我们怎么把自己传播出去 现在的这个网路时代 你怎么 你的风在哪里 你的水在哪里 你的动物在哪里 那么社群网路 事实上是有很多动物 在帮你 帮你把你的思想传播出去 可是你的水在哪里呢 你的风在哪里呢 哪一些是你的风呢 网路是你的风吗 这个出版书是你的水吗 不知道 这个你就要开始自己去体会自己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范围 自己对自己了解的范围 去感受到你的风在哪里 你的水在哪里 你的动物在哪里 然后才能够帮你把这样子的一个种子 去做比较大的传播 好 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思考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 就是聚焦阶段 我们刚刚说两个目的 四个原则 三个方法 那个方法各位也已经听过 我很快的跟各位整理 以即时的知识设定目标 以授权承办 推展行动 以行销的设计 落实你的目标 你原来有一个目标 但是为了落实你的目标 你必须要有这一段 所以聚焦是设计思考 展业开花结果的必经途径 我们不要觉得聚焦阶段是 没有模糊阶段那么重要 因为模糊阶段 有它模糊阶段的孕育 然后生根发芽的重点 但是聚焦阶段 有让它开始成长结果 然后再一次传播的一个重点 所以两阶段 模糊跟聚焦都非常重要 你不能够去忽视它 好 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 他是一位建筑师 也是一位设计师 他要说的一个概念 是说不要盖你的房子 让你的房子长出来 不要盖房子 让你的房子长出来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我们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听他讲话 他会不会乱讲 看一下他的经历 他的经历是这样子 他是一个生态设计 还有这个Urbanism的一个领导者 他创办了两个机构 一个叫做Telephone One 还有一个Telefuge 这个各位上网站去看 大概都看得到 但是他同时也是在Columbia University 还有Parsons教过书 是这两个都是很好的这个学校 那更重要的呢 他曾经在Gary Partners 就是Frank Gary的事务所 跟Pay Cobb这个Free 就是贝玉明先生的事务所 当过建筑师 那么他也曾经被这一位建筑师呢 延览成为他们事务所的一个 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人员 那他叫做这个Moshev al-Savadi 这些过程还不够 我们再解释一下 他曾经赢过英国的历史频道 还有Infinity这个汽车 他们共同办的一个最佳设计奖 因为他设计了一个东西 叫做未来的城市 时代杂志曾经把最好的 2007年最好的发明 给了他的这个小行车 还有MIT 跟这个MIT的这个聪明的城市 然后他的project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这个Fab Tree Hub 让树自己成长成为你的住家 而不是你把树砍下来变成你家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态工法的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生态工法 大部分都是说 我尽可能的拿自然的材料 去做一个建材来做任何东西 但他现在的生态工法 再向前进一步说 你连砍都不要砍他 你就拿着他直接住进去吧 那个我们等一下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曾经这个东西在MOMA 就是纽约的这个Museum of Modern Art 去做了一个展览 那么另外一个是在Wire Magazine 这个各位应该要知道的一本杂志 非常这个思考前进的一个杂志 不是前卫 而是前进的一个杂志 各位应该设法每一集都要去看一看 这个杂志呢 他把2008年的这个聪明人的名单 列出15个人 他认为这15个人是下一个美国总统 一定要听他们的话的人 他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一位 看起来好像嘻嘻哈哈 但是是一个重要的思考的人 为什么我们在建议里面 为什么我们在建议里面 现在美国是在一个状态的状态 然后这些结果内容 我们的建议里面 成为主要一个基础的建议是 在建议里面 最后一万加碎鬼 但是我们能复活的建议里面 从课部建议里面 可能过两千 correl지만 它们是过两千古以来 昨天之后 是吴近签取得 或是吴近造成 만� 我们做的东西 对我们在前面 插上一个钱 还能处改造成的 we use CNC to make scaffolding to train semi-epithetic matter plants into a specific geometry that makes a home that we call a fab tree hat it fits into the environment, it is the environment, it is the landscape and you can have a hundred million of these homes and it's great because they suck carbon, they're perfect you can have a hundred million families or take things out of the suburbs because these are homes that are a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imagine pre-growing a village takes about seven to ten years and everything is green so not only do we do the veggie house we also do the in vitro meat habitat or homes that we're doing research on now in Brooklyn where as an architecture office we're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put in a molecular cell biology lab and start experimenting with 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tissue engineering and start thinking about what the future would be if architecture and biology became one so we've been doing this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d that's our lab and what we do is we grow extracellular matrix from pigs we use a modified inkjet printer and we print geometry and we print geometry where we can make industrial design objects right like shoes, leather belts, handbags, etc. where no sentient creature is harmed it's victimless, it's meat from a test tube so our theory is that eventually we should be doing this with homes so here is a typical stud wall in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is is a section of our proposal for a meat house where you can see we use fatty cells as insulation cilia for dealing with wind loads and sphincter muscles for the doors and windows 先停在這裡我們回顧一下 他説美國現在已經 吃了太多的漢堡肉變成肥肥的人 然後這個maccars 就是車子做得肥肥大大的 甚至房子也蓋得肥肥的 就是像上一次我們說的那位設計家說 我們必須要蓋一個沒有多餘脂肪的設計 那麼他覺得所有現在我們的設計都是脂肪過剩 所以他希望能夠做一種方式 就是根本不要去動自然 我們如果要蓋一個村子 我們就把那個村子的地找到 然後就在上面種樹 7年到10年以後 樹已經照你想像的樣子 因為他做了一個模板架 然後那個樹沿著上面長 所以樹是向上長 但是樹的下面的根長出一個空間 那個空間你要它30平 它就是30平大概就住在裡頭 你如果上去他的網站上看 他還有特別介紹你上廁所的時候水排到哪裡去 然後那些水又當什麼用等等 他把整套系統都想得很清楚 那麼這些東西是他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我們利用植物去蓋村子 所以不必再做什麼綠化環境 因為你本來就住在綠化裡面 你在做設計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綠化的設計 也不是一個把建材拿下來 特別再去設計一個綠化的建築物 而是建築物就在樹裡頭 那這個特別適合住宅使用 那麼這是他的看法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他說 我們要做皮鞋也不一定要殺一頭豬 把他的皮剝下來 我們只要拿他的細胞裡面的一些 我們可以運用的這個物質 把它抽出來 然後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讓這個細胞繼續的增長 那麼所以他是說用試管去生產的豬皮 那麼這些豬皮呢 事實上我沒有殺豬 我只不過是抽了他一點東西 然後我就開始製造 那這些東西 他現在在實驗室裡面 長出那一堆東西來做什麼 聽起來有點噁心 但是他到底目的要做什麼 他覺得未來的房子 不應該是用鋼骨 然後在裡頭 在外面再封板 然後裡頭也封板 然後做什麼絕緣 他覺得那個都是過去的事情 21世紀 既然科技已經發達 他覺得房子應該是像這樣子 就是房子的外皮 就是你的皮膚長的還有毛髮 那皮膚跟毛髮 然後我們既然靠著這個東西 再擋住所有外面 雨水也不會跑進去 我們有沒有聽過說我們的皮膚漏水 然後皮膚漏水漏到我們的胃裡面去 沒有啊 所以我們的皮膚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絕緣的材料 那麼我們的毛髮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讓裡頭的這個熱跟濕的控制 可以排出來 但是不能流進去 所以也是一種很好的東西 所以他就把這個東西做成外層 那那個肌肉就是變成是脂肪層 就拿來隔熱 那裡頭要把房子站起來 它就變成是骨頭 所以那個房子是一個有骨頭 有肉有皮膚的一個東西 但是不是殺活的來做的 是實驗室裡讓它長出來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聽起來有點噁 但是他在想這樣的事情 那他窗戶就是用我們的眼睛 這樣子的一個擴約機去讓它能夠打開 能夠關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不管你覺得他這個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怕 但是你必須要承認 他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是你想的樣子 他既然這樣子想 以後一定會有人把它做得不可怕 但是用同樣的道理 變成是一個新的建築物的方式 那我今天舉這個影片是要跟各位說什麼呢 就是說你在聚焦的時候 你可能有一個原來模模糊的概念是說 我要綠化 我要不要用到這個動物的這個生命 我就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可是你真正聚焦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還是在原來的路上繼續向前走 那個叫做改良式的 這個方式叫做突變式的 意思是說我有那樣子的一個模糊的階段 但是我的聚焦階段我拒絕向前慢慢走 就是那個植物走上去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突變 突變讓你變成一個新種類 他就是一種新種的建築師 他的這種這種品種的建築師 絕對不是一個乖乖牌建築師 他是一個新品種的建築師 但是你說他新品種 他也一定很受歡迎 不然他不會到那麼多好的事務所去當建築師 那麼他也不會被這些好的雜誌選為說 這些領導人需要跟他好好談一談的這個腦袋 對,我們知道是非常困難的 那會是很困難的 它可否偶像是一個英國的土地 Thank you very much 我們跟他養很多牛 然後再把他殺掉 但是他覺得 應該不需要這樣吧 他做的行動 就是以種樹代替蓋房子 以種代蓋 那麼另外一個 就是培養豬皮 那麼就是 他去培養一個豬皮 讓那個豬皮 可以去蓋一個房子 或者是做別的用途 那麼這些東西 都是目標行動的一些例子 能夠讓我們 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